好的 那么我们这时候呢就已经设置成功了 我们看到这里就是我们的IP了 也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哈喽 大家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具体怎么搭建这个啊 谷歌云 那么我不能告诉大家如何注册谷歌云在这个B站的这个视频里面 因为大家懂的一些原因 那么我会发在我的YouTube上面 大家可以 我也会将我后面的一个设置呢贴给大家 大家可以通过同样的设置呢 向我的YouTube进行查看 也可以进行自己自行搭建 首先呢 非常简单 我们需要的代码基本上呢就是这几行代码非常少 然后操作呢也非常简单的嘛 我们现在来开始 首先呢 在这个资源里面呢有这个实例 我们进行点击进去以后呢 创造一个实例 好 当你点击创建实例的时候呢 你们大家会可能会看见这个界面呢 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撤置 那么地区呢 如果大家是在这个中国地区呢 建议大家选择这个亚洲的这个三个服务器 这样的话呢 速度能稍微快一些 介于我在北美 所以说呢 我这里选择的是美国 然后东部地区啊 那么这里呢 选择这个微型微片 这时候呢 大家看到每个月大概是四块二毛八 那么当你注册这个账户的时候呢 他会送给你二三百美金的这个使用的这个钱 所以说呢 基本上呢 是完全够用的 大概每月三百七百三十个小时之类的啊 OK 那么我们这里呢 改一下这个启动磁盘 我们改成这个linux8啊 具体是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总之大家跟你一起做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么允许这两个点击创建 好 在我们等待创建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打开这个 我是从黑白毛下载的一个Shadowsocks 那么这个软件呢 就是一个有点像那种专门帮你挂这种代理VPN的一个软件 那么非常简单 我们点击创建以后呢 这里面呢 有service ip 然后呢 service port 还有一个password 基本上你需要数字三个就够了 后面也会 大家也可以看到 那么在这个实例里面呢 我们选择在浏览器窗口中打开 这时候呢 我们就进入了这个 一会儿我们就会进入这个乔命令的一个状态 我们先把这个呢 进入管理员模式呢 Ctrl加C复制 我们等待它的创建 那么它现在呢 是正在与服务器进行连接 好 我们现在进入了我们这个界面 非常简单 只要点击 这个光标移到这点击一下 然后Ctrl加V 然后回车 这时候呢 我们是root 现在进入管理员模式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 就把我们这个需要装的一些东西啊 装进去啊 这是一个磨盖的一个东西啊 我们装进去啊 那么这个安装呢 大概是需要三分钟到四分钟左右 这时候呢 大家可以出去上个厕所 玩会手机什么的 都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稍微再等待一下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弹出一个蓝色的一个界面 这时候我们直接点击Tab 键 选择到No 然后呢 点击Enter 这时候呢 我们的命程序呢 会继续进行运行 大概也需要一段时间好了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现在重 注意让我们重启这个VPS 以实现这个开启魔改BBR 这时候呢 我们只是点击 要打入一个Y 然后点击回车 这时候呢 它就进行一个重启了 那么在它重启的过程中呢 我们是无法做任何操作的 其实大概等个不到30秒呢 我们这时候其实现在呢 说话期间呢就可以关掉了 然后呢 我们重新的再打开这个窗口 好 那么等待它这个连接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先把我们的命令 还是这个 因为刚刚重启过后嘛 所以说呢 我们重新要进入这个管理员模式 所以说 我们先附入我们的管理员 就进入管理员的一个命令 然后等待它的这个连接 那么它呢 现在已经连接上去了 好 我们点击Ctrl加V 连接我们进入管理员 然后这里面有个root 这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start的这个启动啊 具体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清楚啊 大家只要跟着做就没有什么 任何问题 那么这个呢 应该是会比较快一些的啊 用不了太多时间 好 那么这现在呢 已经加载完成 这模改 模改版BBR 启动成功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复制为最后一条命令 就是 呃 不是最后倒数第二条命令啊 在这里啊 这个sh结尾 然后Ctrl加C 然后把这它输入进去 好 那么把这个连接进去以后呢 我们就进入了我们最后一步这个服务器的一个设置 好 好 今天粘贴不用点Enter 我们就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这个界面 这时候呢 让我们设置一个密码 我们简单设计了 一二三三二一好 密码设置 就是一会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个密码 那么这个port呢 我们选择四五六啊 就是所谓的端口啊 这边呢 选择默认的这个AES256 CFB就可以了 所以说 我们点击Enter 那么一路Enter 剩下的全都是默认 好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用任何键 就是退出这个界面 这时候呢 他就开始给我们进行这个新键了 那么在新键的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直接先设置一下我们知道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一二三三二一 还有password 是一二三 一二三三二一 那么这个port呢 是四五六啊 这边呢 是这个加密方式 其实IP地址我们也已经知道了 就是我们刚刚这个看到的这个外部IP 啊 但是呢 为了这个方便呢 我们还是等待它加载完成以后呢 再直接复制过去 那我们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三分钟到四分钟左右的时间 这时候 大家也可以去上个搜索啊 按照评教请教不进啊 好的 那么我们这时候呢 就已经设置成功了 我们看到这里 原来就是我们的IP了 也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我们直接点击复制 然后点击粘贴 这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web 这时候 我们的科学上网呢 就已经搭建成功 我们的VPS就已经成功了 那么这时候呢 其实我们还剩最后一步 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 就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我们将我们的防火墙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设置 这里面 这里面呢 我们进入这个 我们进入这个设置一下防火墙 这么另外 我们在这个VPC网络里面呢 把树标移过去 以后有这个防火墙规则 那么我们点击进入 这时候呢 我们需要更改的是这个http和这个https 在这边呢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个修改 然后呢 我已经修改过了 就是这个tcp 然后冒号 这里面呢 填上你刚刚写的端口啊 我是456 然后呢 udp 也是456 啊 这边点击保存 同样呢 同样的设置是也是要在这个https里面进行一个设置 这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科学上网就已经搭建成功 我们这里也点击OK 那么这里启动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是这个service 我们选择 就是我们刚刚这个.7的这个service 这时候呢 其实我们的科学上网就已经搭建成功了 当然了 你也可以使用手机版的这个shadowsocks进行设置 同样呢 他所设置的内容呢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这点大家不用担心 没有什么不同 就是需要让你输入这个密码 还有这个端口 还有ip地址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浏览一些 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些东西啊 那么速度呢 基本是完全可以刨满我们家的宽带的 因为其实我们就在北美 所以说呢 对于这个vpn的需求并不是很大 那么这个速度呢 基本上是可以刨满我的宽带的 对于科学上网的需求并不是非常大 那么速度呢 基本上是非常快了 因为它毕竟是接连的是 直连的是谷歌的这个wifi 那么群里面的小伙伴们也有一些测试啊 如果说太多人使用的话呢 还是会比较卡 当然如果说你就五六台设备或者三四台设备使用的话呢 速度还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那么1080或者4k呢 是没有 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ok 那么我刚刚呢 也是接加入了我的手机呢 速度也是完全可以看youtube视频的 那么在电脑端呢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其他的设置 我后面也会再讲一下 那么手机段呢 是完全无所谓的 都可以了 那么就是这个样子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更多视频 请关注technology bb的订阅账号 也可以加屏幕这个位置的群号100211588 和我们总是超到500 然后需要删一些人的群小伙伴们一起玩耍 那么就这样 希望大家有帮助 那么这里呢 是我的这个给大家贴出的这个大家懂的东西 关注我的youtube 谢谢 稍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